好,大家好,答應了大家 第三天講這個特輯 今次就是講2021年普世環教會 一些我覺得都頗重要的事情 有些不是一件事,是一個現象 我就覺得有個回顧 讓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 第一就是疫情 2020年開始疫情的時候 其實死了很多人 我想在美國、歐洲 其實對教會衝擊都很大 我認識到有些教會是死了很多人 你想想一間教會或者一個社區 不斷有人過世 其實對於人的情感、衝擊 有些人 尤其是在某些地方 意大利死了很多醫護 其實對各個國家的傷都很重要 可想而知對教會都是傷的 你也知道一百人教會 其實加上那些教友的家人 就有幾百人 所以越大間的教會 越有機會有人受影響 澳洲很慶幸 沒有什麼特別好大事 但是我相信 其實這件事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帶到它 carry到今年 其實大家習慣了封城 開始有疫苗 其實本身2021年 都有些樂觀的 對於疫情 但是很反覆 但是封城 亦都催化了很多教會 其實那些人沒有實體聚會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究竟崇拜是什麼 那些人看崇拜 看Youtube 最初可能都很神心 即是去準時開電視崇拜 慢慢有很多彈性 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 又不是完全錯了 但是那個敬拜官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到最近還說元宇宙 即是那種虛擬的崇拜 或者信徒之間是怎樣 一個關係 一個教會是怎樣的 其實這件事還一直繼續發展 但是如果說好一方面來說 其實教會 我們教會很明顯 就是多了工具 每個人都在用網上崇拜 可以處理到很多事情 但是也都會有一個效果 就是有一些可能 沒有什麼深的信徒 他有了實體崇拜 即是有了虛擬崇拜 因為他不回家 或者是回家 其實是去無全清 有一些沒什麼深的人 永遠都見不到他 但是也有些是健康的問題 有些是有小朋友在家 老人家的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疫情 那個影響會繼續下去 但是怎樣呢 我們就不知道 似乎疫情都慢慢緩和了 即是醫治的藥物 疫苗又越來越多 所以我現在錄一條片 是Omicron的世界 但Omicron那種情況 又好像使到那個 因為疫情的肆虐 有些燭光 大家看新聞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疫情對教會 在崇拜起很多運作 在心靈的打擊 即是避免 那些都是有很大的挑戰 那2021年仍然都在處理著 那第二呢 就帶出來一種情況 就是香港呢 就是那個移民潮 那你說香港移民潮 跟其他有什麼關係 因為四散 很明顯英國多了很多基督徒 那那個情況呢 就是有很多 香港教會的中產 就會去了很多 不同的地方移居 移民 那這件事是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自己在香港教會這麼久 那我記得以前 我每一間教會 在天水圍的 即是其實 整間教會 200人加上小朋友 根本呢 那個經濟就在 那二十多人裡面 那二十多人就是 很有心來開芳 一幫來侍奉的一幫 所謂中產的弟兄姊妹 出錢出力 那有些教會 真的靠那些中產去支持 那你可以想像 那些 那在過往這一年 尤其是有這麼多 去走了 那接下來還有很多走 其實 教會真的在經濟上面 侍奉人手那裡 真是內商 那 那 你說 關什麼事 關什麼事 以至教會這樣呢 那你只能夠說 是 各局勢 那我不描述這麼多 大家其實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有很多東西推動到 很多人 都要考慮下一代 怎樣去 繼續 他的人生的下半場 所以就離開了 那也都引發到 所謂去流之間的爭拗 那我現在仍然都有一些反感 就是有些人 就是有些傳導人 還在說 就是離開的傳導人 就是 就是 不理香港 那些 就是 很 很低層次的 說這件事 因為你的局面 是這樣的 是不是 就是你去回 以前在 就是內地的 或者你說 第二次大戰 尤其是 第二次大戰 那些時間 你打仗的 裡面 你那些人都流光 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去到那個田地 那你可以 你不可以說 走爛的人 是 不愛本身的地方 走得的 應該說 如果 去到很差 都不想走 是不是 所以其實 我自己 在教會 都很多時候 會分享 或者 不單是自己的教會 和其他 本地的教會 都分享 我們的教牧 信徒 要多些去準備 迎接外地的信徒 過來 尤其是香港 因為香港現在很特別 一些人 走南心態 這樣過來 也很多人 有一種創傷的 一種 感覺 來 離開了 他可能創傷了 也不知道 有很多人 不想走 有些人 又走一半 什麼叫走一半 可能 家裡 一對父母 然後兩個小朋友 可能 其中一個父母 和其中一個小朋友 先走 你明白嗎 那個問題 已經去到這樣 這個對於 普世還人教會 都很衝擊 香港教會的衝擊 怎樣可以繼續維持 怎樣去面對 外地的教會 也是很多衝擊 因為那個 價值觀 其實很多都很不同 很多實際運作 也很不同 教會的生活 所以 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 這件事 第一 疫情 第二 移民 那個情況 第三 我就會看到 很多人 因為那個 政治經濟環境 那個影響 很多記憶圖 有一些 他可能 在這方面 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 在2021年 尤其是 國安法 影響之後 都很標誌性 那 有很大的 失望 或者是 很多事情想做 做不到 或者盡量做 但是 有一堆 有一堆基督徒 他可能 就會趨向 去 去 找一些 新的方向 或者 既然 我外面 做 都不是 做得到的事情 他就向內面 去找 所以很明顯 去年 就會多了一些 關於 靈修的探索 我看到 尤其是香港教會 但是 會帶出 一些 靈修探索的時候 會有 很多 很多 微 走出來 我也提過 而 我覺得 有一個 好的地方 就是 大家 更加 注重 親近神 但是 其實 裡面 有很多 他想 人的心 就是 他想 得到那種 平安 或者 神的安慰 所以 在靈修 他的追求 就很想 有一個平靜 而 這件事 有時候 當有些 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或者 有人告訴你 可以帶給你平靜 用不同的方法 就好像 一種 shortcut 這個不單止是 紀錄圖 還是 我看到很多人心 就是 既然 社會都搞到 一塌糊塗 這樣 那就 避開了 這樣 這個現象 其實在歷史 很多 教會 或者很多人的情況 都是這樣的 當 看到這個社會 都不太行 我不想理 他就會去追尋一些 所謂的 靈性的經歷 但是 這些靈性的經歷 有一種情況 就是 當有人 提供 提供 我能夠給你 什麼好處 或者 平靜 或者 心境的提升 其實 那裡就有很多 宗教的成分 我都會看到 很多 以端以教 就會走出來 有個 提供一些東西 OK 那當然 基督徒 他都有提供一些 靈修 其實都OK的 雖然我 又不是說 很贊成一些 好像很前衛 或者 其實 那些 靈修 我都曾經說過 你有神的話語 我覺得是最基本 有聖靈 你要去跟神交往 交通 那就不是很general 靈性的 心境平靜 就叫靈修 那 所以 但是 另一方面 就是 因為人的心 是這樣的時候 都很容易 向了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 被那些 奇怪怪的東西 有機可乘 很容易會失去防線 因為 他是想得到 那樣東西 人的心 是需要安慰 人的心 有一個心靈 一個很大的 創傷的話 就需要有很多 事情安慰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trend 所以 第一 疫情 第二 移民 第三 是那種 靈性的追尋 但這個是有向好 和向壞 那方面 不是向壞 就是有個危機 那 另外 第四 第四 就是 我會見到 去年有 李維斯 在奧運表現 我們會見到 我都說過 有個小妹妹 從你死裡復活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社會上 有不同的見證 這些所謂好見證 但是 最好的時代 和最壞的時代 也有很多壞的見證 最近有黃力宏 當然台灣 遠了一點 但是 其實 經常有一群人 在某些 政府的姿勢 或者公眾人物 那些所謂 基督徒 其實那些見證 有很多壞的見證 其實 你說以前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經常 都一直說 我們不要 很依賴 或者只是 去推廣一些 名人的見證 尤其是 你不太熟悉那個人 是吧 用那樣東西來招來 那些人聽福音 就是 很吸引 去說話 很厲害 這樣 這樣是不是 信了主就OK 就絕對 其實 不一定是從這個方向 其實那個好見證 我都提過 你每一個人都要發揮好見證 是吧 名人的見證很重要 影響力會有大的 但是破壞力也是很大的 那麼 在去年我也 更加會 體會到這件事情 而 當 很多人心 是 對教會 那些 尤其是看到一些 壞見證 對教會那些失望 其實就會轉化成一種 憤恨 或者一種 苦毒 就是我 我是體會到 有些記憶圖 他現在 還說自己是記憶圖 我 我 認識一個網友 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自己 其實失去了信仰 可能 他自己也知道的了 那 你看到他講的東西 都很苦毒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經常是爺魚人 就是 好點什麼人都看不順眼 亦都 當這些人 說的話 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對的 他又不覺得 因為他覺得他講的 是對的 那你說 那我呢 抗復師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你看回我 YouTube 你知道 我經常都aware 我有錯 我就去認 這個叫謙卑 你看回我的 YouTube 我不覺得 自己有錯 不應該去承認 現在要承認 修正 對不對 但是 那種 我會想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 特別嚴重 現在 因為那種的情況就是 他 他已經 看到 他看到教會很多問題 他看到很多 不好的見證 他就會覺得 這些是法律賽人 這些 對他教會失望 這些人 影響教會 但是其實 他自己 不能夠消化得到 不能夠有一個 我認為 沒有一個好的 看法 對於這些 事物 這些的人 其實從來那個 基督徒 都是有問題的 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是求神憐憫的 對不對 從來都沒有一個完美的 沒有的 但是 到了那些人 說回來的時候 就會 覺得自己 對 我會看到 其實 基督徒的見證 來得更加重要 因為很多人 對教會 失去信心 對人 沒有希望 這個見證 這方面 疫情 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三 零聖的追尋 第四 這個見證這方面 在去年我都看到 有很多 值得我們 再施的地方 說多一兩樣 第五樣 就是 最近 其實 不是最近 蘋果日報 被結束 立場新聞 被結束 這兩個 在 一個就是 紙媒 加網媒 一個就是 純網媒 在 這個 去年的年尾 就是最大的新聞 你看到那個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就是 那種被打壓 是很重要的 我會見到 網媒 其實 發揮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 網媒 是很亂的 很多人說話 又不負責任 因為自由 但是 有些人 說了出來 但是 Google Facebook 那些 又不理 不是一致的 準則 背後 是有人操控的 你看到 基恩敬拜 這些事件 就是 他自己作出一些曲 然後有人拿去 Youtube用 然後告他侵權 怎麼搞錯 你會看到 其實 在這個網媒的這個位 網上的言論 都很複雜 很複雜 很複雜 也有機會 香港 遲些有機會 封網 這些都不是 一個 很新的消息 因為 你稍微留意一下 你會見到 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 其實我也覺得很慘 如果香港人 遲些被封網 那就很嚴重 但是這個是有機會 來出現 所以 在這一方面 甚至出版 其實基督教 有些出版 馬上 很多書 他都下架 那 信仰百川 我有份幫忙 每天 都是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 那個 言論 那條紅線 不知道是怎樣 其實是要保護 一些作者 那麼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 你發覺 敢說話的人 也是很少 或者 你 敢不敢說話 你溫和 不溫和 那條線 在對方 那裏 所以 這個 在去年 是很明顯 接下來 我想 信徒 要珍惜 你可以 讀到 一些 真相的新聞 有人 講真話 的 一些 頻道 或者 一些 新聞 的途徑 你怎樣去幫助 去支持他 不知道 但是 要很珍惜 還有 那個 明辨是非 那件事 更加重要 最後一件事 想分享 就是 現在 其實局勢 去年來講 局勢一直升級 越來越差 剛才也說到 包括戰爭危險 經濟的 大塌 當政府 整治不同的界別 宗教界 快到了 那 有很多人怎樣去應對 躺平 或者覺得 神在哪裏呢 局勢一直 其實 在去年 那些人可能會覺得 都OK 怎樣去面對 但是 在 接下來 會看到 應該說 由 一路 從前幾年 一路帶下來 似乎是越來越差 很多人 都這樣失去信仰 但 也有很多人 因為這樣 經過了信仰 所以 看你怎樣看 看個人 你看到 神究竟在哪裏 你可以看到 神在 當中 神沒有離開過 所以 現在 我覺得 我們要裝備 就是 一些 怎樣去看 苦難 怎樣在 將會有 戰爭 其實我之前說過 這個項目 將會有一些 很 困難的 處境 未必是你的地圖 可能是 香港的地圖 可能是 台灣的地圖 可能是 中國大陸的地圖 可能是 其他地方 那怎樣去面對 所以 我覺得 最後 結束 就是 鼓勵大家 要繼續學習 我覺得 讀聖經 很重要 但不要只讀聖經 現在這麼方便 看多些人的 經歷見證 看多些書 那些人怎樣去面對 戰爭 在當年 在不同的處境 苦難 我們在當中 學習了很多 事情 坦白說 我也在看 我們要團結 現在的情況 就是疫情 各樣東西 使得大家好像很獨立 但更加這個時間 就要團結 團結很簡單 打個電話 也團結了 網上團結 我想 越是分散 越是 不能夠去 溝通 或者 越來越 表面 孤獨 但是 我們更 就是要做一些 連結 最後就是 保持良心 其實很基本的 是良心 是良心 聖經講的良心 和聖靈的心 讓我們分辨是非 不要失去 這件事 失去了 你在安逸的處境 你在一個 患難 患難丟致的處境 都是不行的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 給我一些回應 OK 拜拜